林作被副三代鍾培生狠下擂台戰書 令本地網民吃飽花生 事源一向言行舉止都禁出位的林作 在鍾培生接受傳媒訪問的報導下留言挑機 直指對方抄襲 辣慶對方在網上出post 上載一張手持100萬現金的相片 兼下戰書邀請林作上擂台打場拳賽 起初林作回應說會接受挑戰 怎知突然轉移視線 說兩位都是名校出身的高材生 不如動口不動手 提議轉為辯論形式進行 林作旋跡被網民圍攻 指他縮沙 林作接受我們的電話訪問 就說自己未怕過 還說很有信心地開始要打殘對方的計劃 我從來沒有縮過沙 我是在研究方案究竟如何進行 我從來沒有說過no no才縮沙 大哥我沒有縮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經過考慮之後 其實我應該意向上我會去馬的 只不過是我現在還沒簽約 還沒說真的要打 你大陸上不是的 這不是搖擺不定 因為你這件事是一件大事 基本上我都意向傾向做的 對手鍾培生是一位熱愛拳擊運動的選手 怕不怕自己實力懸殊 會不會都準備一下 會啦 一定要啦 我其實以前就減肥的時候 學過一下泰拳 但是就沒有認真學的 懂基本東西而已 那遠真的對方好像說到自己是 真的成為打比賽那些 那大哥我們不是專業的 那當然要練一下才可以讓觀眾 去看多些東西 那你跟阿忠先生自己私底下有沒有談這件事 暫時還沒有的 都是隔空在喊的 但是我覺得既然他都這麼想打 那我也覺得很OK 願意接受那個挑戰 那女朋友遇美呢 會不會很擔心你 他就原本不想我打的 但是現在都覺得劇腐彈下叫我去打 他就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看到會傷殘又成那些 那我想我做了安全措施都應該沒事的 林作前女友麥明斯都有留意 他們這件網上性事 還說十分期待 不過林作就說 為免再被前女友罵他抽水 都是不回應了